大家好,我是丁丁畅聊 对于国内明星而言 能嫁入豪门大概是最好的归宿 你图我的美貌,我图你的钱财 各取所需,互不相欠 有这样一位女星,尾身下架土豪 随后又快速离婚 甚至有传闻称这样做是为了图谋家产 堪称国民初恋的车响 难道真的是为了区区钱财 不惜搭上自己的名声 传说中的三亿分手费到底是真是假 车响出生于富贵之家 严格来说是一明星二代 父亲在总政话剧团担任过职务 母亲王丽云是国家一级演员 受到家庭的影响 车响立志做一名明星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 就顺利进入娱乐圈 凭借独特的气质和娇好的面容 车响演技师也顺风顺水 出演过不少广为人知的角色 还获得过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提名 当然,这一切和母亲的保驾护航脱不开关系 但随着自身火爆 车响被人盯上 山西富豪李赵会对其一见钟情 一个是富豪,一个是明星,两个人扒杆子打不着 但李朝辉灵机一动 决定花两百万请成龙吃饭 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带上车厢 面对朋友的请求,成龙不忍心拒绝 当晚就带着车响覆面 但碍于颜面没有明挑事 相亲只是含糊其词 说是介绍一个朋友 车响也以为只是普通宴会 并没有多心 等接近尾声时,成龙看时机一成熟 才直接挑明来意,声称 他对你有意思,而且身家上百亿 多与他接触接触或许对你有好处 虽然演员非常赚钱 但与李朝辉的丰厚身家相比 就有点小屋见大屋了 车响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但在对方金钱的攻势下 很快便打消心中的疑虑 毕竟谁能不喜欢豪车别墅呢 况且李赵会并不是一个木讷的商人 会时不时地准备惊喜 情人节时在万众瞩目之下 送了一束巨大无比的玫瑰花 瞬间打动了车响的芳心 演员虽说风光无限 但哪有嫁入豪门稳妥 两人在相识三个月之后 就直接闪婚 为了能娶到如意新娘 李赵会一致千金 据相关爆料 结婚当天接送的豪车高达200辆 甚至一度导致道路拥挤 还摆了500桌宴席 每桌都有6平茅台 李进具体是多少不得而知 但锦婆家赠送了一条项链 就价值20万 可谓是大手笔 这场世纪婚礼 很快引起媒体的注意 毕竟从未有绯闻的车响 竟然光速闪婚 背后肯定有什么秘密 但舆论一边倒 似乎所有的八卦新闻 都暗指车小未嫁入豪门不择手段 有超能力的丈夫 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妻子受欺负 直接花钱呀 下所有的负面消息 更为车小争取了不少影视资源 在大家的眼中 两人郎才女貌 婚姻非常美好 肯定能白头偕老 但遗憾的是 这场豪门婚姻 仅维持15个月就分崩离析 车小以性格不和曹操与李肇慧离婚 当然这种拙劣的借口 肯定没人相信 据小道消息相传 两人之所以决裂 是因为李肇慧结了新欢 女演员成元元 更是自己千万为其争取到黄金大结案的你好 没人会忍受丈夫的背叛 车小离婚也在意料之中 离婚的消息很快被推上热搜 铺天盖地的舆论 都在指责车小失败金女 看似外表清纯靓丽 其实是披着羊皮的狼 为了金钱才嫁给富豪 甚至还有传闻说 他拿到了三亿分手费 车小极力否认 那是李肇慧辛苦挣下的钱 我绝对不会碰 王丽云也为女儿辩解 我家妞妞不是这样的 三个亿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花 至于真相到底如何 恐怕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两人婚姻惨败收场 与成龙息息相关 倘若没有他从中牵线搭桥 身处不同世界的两个人 根本不会认识 不知道面对如此结局 成龙会不会感到后悔 而车小本应该有更好的婚姻 邓超不止一次 向他表达朦胧的爱意 甚至在采访时直言 我是车小的粉丝 两人合作过钻石王老五 艰难爱情等多部影片 但并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 毕竟两人身份悬殊过大 那时车小是当红女明星 甚至有四部戏同时播出 而邓超当时只是一个无名之辈 虽然车小的母亲王丽云 非常看好邓超 并极力撮合 但两人踏出最后一步 随后邓超便遇见了 自己的真爱孙丽 而车小却嫁给了富商 在随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二者的人生境遇彻底逆转 离婚后 车小并没有沉寂 事业反而在攀高峰 接连拍摄了多部影片 比如我爱男保姆好先生 虽然都是配角 但结获得很高的赞誉 在回顾那段荒唐的婚姻时 车小表示 当时对感情充满懵懂 但即便让我重新选一百次 也会坚持和李赵会结婚 能说出这样的话 看来他对失败的情感生活早已是然 相比于车小离婚后的顺风顺水 李赵会的人生则一落千丈 2014年 风光无限的山西富豪李赵会轰然倒塌 旗下的海信集团债务全面爆发 资金链断裂 曾经熔登胡润富豪榜 如今却被列为失信人 直接被限制出境 名下的两套房产也被银行拍卖 曾经力捧的演员成元元也离他而去 从兴盛到破败 仅仅十年光景 这不禁让人唏嘘 一入豪门深四海 从此消狼是路人 或许高强大院里都是富豪 但终究是身外之物 社巧选择离婚其实是明智的抉择 在经历了婚姻的失败后 车小越活越年轻 希望被奉为国民初恋的他 能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